好的,这是路人A,今天干嘛呢,我们来开箱一个天猫超市买的橘子 这个橘子呢,当时是说20多块钱买40斤 结果后来客服不愿意承认了,就给我发个四个箱子过来 也就是说这些一个箱子2.5公斤,一共是四个箱子,一共是三十斤 我觉得还好,你觉得呢,后来他那个短信又说,全部的东西都给我退款啊 我觉得这点挺好的,哇,这橘子好大呀,看到了吗,橘子非常大啊,看得还不错的样子,是吧 来打开一个看看啊,就这个,这个东西叫做什么,爬爬杆 你看,他长得很丑啊,你们平时觉得还丑,你看这个,对吧 听说这个东西,他是来自于日本,然后在四川种植的 当然,爬爬杆不是很好听的,他在日本的话叫做什么,春剑 哇,一听名字就很好听 你看,这个果肉啊,和皮非常蛮好剥啊 果池也比较大,看起来像是橘子一样,反正就是橘子 能回到一股非常香的橘子清香的感觉,看得感觉还不错吧,你买买是不是特别稀啊 看,这里面一般它的果肉还裂开了,看到了吗 这果肉看起来还非常非常透明的,挺好摆,非常非常的软 比虫子什么都软多了,就我们先吃果里虫就是这样的,一粒一粒的,特别酸的感觉 有没有,然后,你看这个果实,捏一下,就爆姜的感觉,但是这个非常软 很甜,2018年马上就要过去了,回望这一年呢,我最大的运环就是,体重增加了10斤 每年冬天呢,都会有一个问题困扰着我,我去年是怎么活下来的,而且呢,我特别讨厌一些人啊 那些人就喜欢翻旧账,去年欠他的钱,他今年居然好意思找我要,这种朋友是不是不值得交往啊 这个上面的,这白色的东西啊,比一般的橘子要少一点,还有一种和他相似的橘子叫做不知火,但是他和不知火是两种东西 不知火意思就是说,吃多少都不会上火,大家都知道橘子吃多了会上火对吧 但是这两个品种应该都不会太上火,所以还是不错的 他这个皮年前是软啪啪的,一般的橘子没有什么软 但是这个橘子呢,如果自己吃的话,肯定吃不完 老王最近有事,已经回家了,我家旁边也没什么女工 我家旁边也没什么朋友了,就有一个扫地的保家阿姨 为了方便给我们这个小区打扫卫生啊 他呢,在附近购置了一套370平米的豪宅 刚才他很开心的跟我说啊 以后阿姨离你们近了,打扫卫生多方便啊 我真为他感到高兴啊,以后我要多和阿姨接触接触 理解他的一些过往,但是吃这个橘子是出不完了 所以呢,我决定,打了应用另外一种方式出现的 这个杯子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的吧 我要把它炸汁,那么问题来了,这么多橘子 它就能炸多少时呢,炸汁机我都准备好了 由于现在的炸汁机出现了问题啊 没办法这个视频呢,我从昨天晚上 拖到了大后天的早上才坚持做完 对此呢,我特地从网上买了一个炸汁机 好,我们现在来切换一下视角 好,我们现在找到一个电盘包啊 这个应该可以做 我们也就不用这个了 我们直接用电盘包来操作 Let's go 我们这里用电盘包来操作 最后再炸了 现在增加煮房子 它是鲍沱 只要鲍尖 你罩 好 如图所示啊 这些呢就是全部的纯果了 一锅半的纯粹 这个大概的10升左右啊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质量到底是什么样的 看 这个呢就是它的最后的样子的 可以看出来非常非常浓啊 像国立城一样 稍微看一下 像一种南瓜粥的感觉 是吧 来一口小老爹 张嘴 酸甜可口啊 这个比nfc的话要稍微是甜点 因为我没用那个橘子皮来炸 一口下去味道特别好 虽然呢现在是冬天 但是我还是想把它放在冰箱里冰镇一下 喝起来还是和夏天喝橘子汽水时感觉一模一样 我呢存在40度的高温下扬炎 我宁可冻死也不愿热生狗 直到今天我被冻成狗才明白 太美的称呢 只是因为太年轻 这么多喝下去啊 估计要泡泥鸡了 我也喝完 我到时候分给各位老黄喝一点吧 不过泡泥鸡没关系 减肥嘛 讲究的就是一个原本 你看这里面呢 是超级多的维生素C 还有一堆的微量元素 一口干了 它炸出来这个纤维呢 和国立城是不一样的 它这里面是被炸干那种裹着的外皮 国立城里面还有蹦蹦蹦的感觉 看这个就是炸开的这个果肉了 这果肉已经没什么水分了 很软 黏黏糊糊的 是不是 会黏黏糊糊的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你说减肥难吗 实在不然 我同事一个月从180斤 减到120斤 不锻炼不结实 只不过车祸 结了一条后腿 人生啊就是要有得有失 看你怎么想咯 那不是从小就和橘子有很大的渊源 记得小学三年期的时候 范润家里呢是卖水果的 每次都会带橘子来跟我们吃 说让我们好好上课 他去带两个橘子 让我们比较走远 橘子真甜啊 知道后来学习了朱自清的文章 想要原来事情不是那么简单 不过打心底还是想着他的好 和他家又大又甜的橘子 这个的话我一天能喝下半锅 三年就喝完了 但是保持系不过很久啊 说到小学呢 阿博有一次说有考试 快要交卷了吧 由于紧张 世界上没有写名字 关键是我竟然忘了自己叫什么 我灵光一闪 迅速地给我同桌一个耳光 直接他哭着对老师说 老师打我 终于我满意地写上自己的名字 时光分事 转间已经物是人非啊 因为up主沉迷游戏 所以很少和女生接触 有一年关键回家呢 就被家人安排上了 和一个女孩子相亲啊 一见面 我就被他深深地吸引了 只见他身材高挑 皮肤白皙 气质优雅 他好像对我也来电 相谈甚欢 他对我说 没钱没吃没房都不要紧 只要你对我好就可以了 但是我突然想到 我以前被骗了两QB的残痛经历 忍不住托儿说 不会有赠品吗 后来好像他把我删了 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 在后男呢 我上班 喜欢上了一个同事 晚上睡不着呢 我就想用着小号 加他QQ来挑起他 加上之后我就问 辈子有男朋友了吗 他回我 儿子都多大了 还男朋友 我很吃惊啊 就追问 我不信 看看你儿子 然后 然后我看到我的照片 所以在这里 我非常重感地告诉大家 少玩游戏和手机 多接触接触社会 这样你会发现 只要你努力两拼 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从以前的生物肺门 到现在的一无所有 希望大家可以好好努力吧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卢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话不多说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两杯精神出不过啊 看一下怎么样 看蓝色怎么错吧 看来其实还不错 闻一闻也是非常的那个 橘子精油的味道 我舔一下 不酸也不苦 尝一口 真的挺好吃的 没有想象是那么夸张 什么味道没有 然后吃进去 我非常非常强的 强的一种柠檬香气的感觉 像锅巴一样的这个橘子皮了 这个东西吃起来也没什么感觉 我知道观众朋友想吃 选一个给观众吃了 没扣了 很香的 这个东西倒就应该可以做成精油 有时间的话 我想办法去找人加工一下吧 到时候抽奖 送出去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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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